陆军下市洪仲秋被关禁闭猝死案呢 现在网友发起了公民1985行动联盟 而且已经有上万人暗刺案了 这个联盟将号召民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九点钟 一块到国防部的门口 替洪仲秋讨公道 而且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他们决定在台北的228级面公园 举行一场追思晚会 不过有网友就在网络上谈到了 这位被收押的上校何江忠 很多人都封他为大魔王 纵使退伍了 很多网友就说想起他来还是屁屁错 有一位网友就说他在当兵的时候 原本违规只是被关禁足而已 没想到这城楚单子到了何江忠手里 最后却变成了关禁闭 说到他大家都用大魔王来形容